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7月23号 星期一 大家好 刚刚那期说到了 我们刚刚没说完说这期讲疫苗 疫苗这个事儿 这两天不断的有网友来我们这儿 要求我们谈 其实这个事儿可以说 在我的朋友圈里就已经是炸了锅了 大家也知道我的年纪 对吧 我82年的 我这个年纪来讲 我的同学朋友 基本上都跟我年纪差不多 都是属于 就是说可能结婚早的 孩子现在七八岁 结婚晚的 小孩现在可能想分岁 这种 其实大家如果关注这个事儿 都会发现 关注这个事儿的最多的 都是这些文人父母的 孩子还小的是吧 我的朋友圈就炸了锅了 但是我一直不太想谈这个事儿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非常悲观 对这个事情 而且要说 这个事儿其实说起来特别的简单 几句话都能说明白 但是我觉得我人为言轻 我怎么说 我这样 我拿一大V 刘强东 京东的创始人 兼现在的一把 然后奶茶妹的老公 刘强东 刘强东这次非常的气愤 说了很多 我觉得也是 因为他现在孩子还小 是吧 他们奶茶好像刚生了孩子 生了第二胎了 是吧 我不太气 反正反正是生啊 生海 这个所以呢 这个我能体谅啊 为人父母的 在中国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义愤填膺啊 咱们看看刘强东说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想说的啊 刘强东说 本次假疫苗事件 我强烈建议相关政府部门 严惩处理所有责任人 给公众一个交代 我会向政协提议 我会发动我身边的亲人朋友 我会竭尽我所能 在法律范围内讨要一个说法 李克强总理在欧洲公开说 要把中国造假者 罚个倾家荡产 但是李克强当时说的 造假者是跟那个 德国的这个阿里达斯呀 什么说的 是那个意思啊 他说呢 这个刘强东接着说 刘强东说 这本次假疫苗事件 比那些制造假阿迪耐克的性质 恶劣百倍 这个的确 这个阿迪耐克那个鞋 他假 但反正他穿了 也就是可能五角啊 臭汗多点 要不就磨 不过其实啊 据我所知 我知道现在很多普钱做的假鞋 比那个真的还厉害 我前两天 因为我其实特别喜欢鞋 我觉得是这叫什么 就是sneakerhead 是吧 我也属于这种 喜欢sneakerhead 我也特别喜欢鞋 然后看这个国外这个视频 就中国做那个假鞋和耐克的 切开之后 发现不会有那气垫吗 发现耐克那后面 只有三个气垫 中国那后面 今天搁了五个 脚杆比他那还好 所以呢 这个是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啊 我觉得开玩笑 但这个事也不好开玩笑啊 所以咱不开玩笑了 好 就接着往下说啊 那个恶劣百倍啊 说李恒东啊 李恒东 接着说李恒东说什么 他说这些人不仅应该罚他个倾家荡产 更应该施以重刑 作为一个无比愤怒的父亲啊 我在此强烈呼吁 所有为人父母和即将为人父母的人 都行动起来 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如果你的孩子也被注射了假疫苗 你是何心情 可怜天下父母亲 此事必须为那些成百上千万的无国孩子 有个交代 他是应该说对 他不用学会 他写错了 为那些绝望的父母们有个说法 这个也是对 这个他又说错 还社会一个公平 如果在这样的违背人心底线的事情上 我都不能有所作为 那将是我的无能 我也无言以对政学委员这四个字 更无言以对我深爱的孩子们 另外我看了不少资料 这次假疫苗事件是食药监局主动检查发现的 我们应该对此表达感谢 他们不发现会有更多孩子受害 希望食药监部门继续努力罚他个倾家荡产 这是刘强东的话 我比较支持 然后刘强东后来还转发了别人的一个话 别人说 这个是他转发的 转发的这个人说 当你知道长春长生生物 武汉生物 深圳太康 北京明海 还有江苏 深什么的 都是同样的三个人控股的 也就是同一个老板 我身陷绝望之中 我们的孩子打的90% 是这几个公司的疫苗 这个事我也听说了 我也听说他们背后老板都是同一个人 是加拿大 是一个中国籍的 但是持加拿大 封叶卡 好像还不是加拿大的护照 是拿加拿大封叶卡的这么一个人 姓呢 我能说他姓 据说 据说是跟著名诗人一个姓的 咱们说吧 反正就说他姓杜的 他有本事到美国告来 真实 是不是 我说他姓什么 我也没说他叫什么 对不对 好吧 就是说姓杜的一个 说是这人拿加拿大的封叶卡 我觉得刘强东转发了之后 对这个做了一句评论 我非常支持刘强东先生 不是我说的 刘强东先生说的 刘强东先生说 这种人至少该判无期 不得假释 说的很有道理 刘强东说的很有道理 要告气告刘强东 刘强东请得起律师 然后我就说说我 刘强东很愤怒 说了很多政协委员这个那个的 但是即使是刘强东 刘强东在中国不能算弱势群体了 对吧 从他的社会交往 他的能量 他所掌握的这种财力物力来讲 他不能算是弱势群体了 但是我经常说 在中国不管你是谁都是受害者 实际上你会感觉 你看刘强东说的这个话 你会觉得刘强东 他觉得他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 对不对 是体制的受害者 是社会的受害者 是国家的受害者 知道吗 我不想讲这件事 为什么 就将这种事情怎么讲 有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归根到底还是体制的问题 对不对 不是这种体制的话 这种事会好很多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归根到底 还是体制监管不利 当然了 很多人 我这么一说 你就说 你又是仇共 这次是食药监局 自己发现的 好吧 那么就是共产党乱税 好吧 接着说 国家药监局负责人说的 介绍长生长生疫苗案件 说已经是责令停产 立案调查 组织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的检查 我告诉大家 我很悲观 因为这种屁话 说的他妈太多了 知道吗 八年前 大家还记不记得 山西毒疫苗 这次是山东 山东的这疫苗 这次的疫苗 不知道有没有毒 反正是可能是没用 是不是 那个上次还有毒 是不是 然后咱再说说 这个什么红黄蓝 是红什么蓝 反正三个色 那个幼儿园 这事 最后怎么解决了 谁知道 我们天津那爆炸 我朋友 住在里面很近 家里剥离全碎了 最后 怎么着 反正是赔钱了 对不对 最后 谁负责任 到底这事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 是哪个高官罩着的 到现在知道吗 到现在反正我是不知道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别人知道 不知道 反正我没看见媒体报道 对不对 这我们天津的事 对吧 我们天津之前 还是 大火烧那哪 还死了好多人 也不提了 后来也都完了 对不对 我有朋友在天津那 离的爆炸的这挺近的 他跟我说 当时咱们说是死了多少个 死了不到50个 还是死了50个 反正就说死了四五十个人 我那朋友跟我说 他看的情况 不可能是四五十个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是这个数 是吧 最起码得成炎 最少都说得成炎 不可能就死了四五十个 但是到现在 到底死了多少人 有人说吗 对不对 我就说你最起码 就是说谁死了 你得把名字说出来 你说是不是 到现在也不知道 死了多少人 是不是 中国就这事 让我说什么 我告诉你说 我跟你们说 咱再做一个预言 我这次预言 我真的希望 这次预言是打脸 我真的希望 我这预言说的不对 知道吗 我预言就这次山东的什么长城长城 疫苗之王这个事 最后就跟之前山西那毒疫苗的事 下场差不多 知道吗 跟洪荒兰幼儿园最后差不多 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我很有可能找几个什么 你要什么 就那种替罪羊出来 就每次一出什么事 就说这个不是民警 这是谐警 是吧 这不是正式警察 然后一个是就这不是正式员工干的 这是临时工干的 反正都是这样 我估计这疫苗又是临时工造的 我估计临时工造 临时工卖的 反正最后那几个临时工估计是要当替北洋 我八成 我估计是这样 因为我对中国还比较了解这个事儿 但是我很希望这个事儿最后能够打脸 我希望这个事儿最后能够真的像刘昌东说的 就是把这些人就是说重罚 罚他们天下降产 知道吗 判刑知道吗 那么坐牢 知道吗 我是希望 但是我不太看好对这事儿 我觉得刘昌东太怎么说 太说太幼稚 有点什么 说不现实 别说太重了 我觉得他比较乐观 他比较乐观 我不是太乐观 之前山西毒疫苗事件的结果是什么 当然他就开玩笑说疫苗问题没有解决 管疫苗的人也没有解决 但是提问题的人都被解决了 是不是 现在事隔8年 2010年当时山西毒疫苗这事儿 最后发现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记者王克勤 是被报社下岗了 然后当时批的这篇文章的总编 叫包岳阳也被免职了 然后还有当年的那些律师 据说那些律师横踩 现在已经都干不了律师了 因为没有律师执照了 把律师执照都 有的是给当时吊销了 有的是之后不给他们 他们的律师好像过一段时间 要去续续约是怎么着的 反正就不给他们批 反正最后据说当时那些律师们 现在全部都改行干别的去了 都干不了律师这行业了 就转行了 就是说很多人就说 就提一个假设 就是说如果2010年的时候 当时报道的记者王克勤 然后总编包岳刚 如果当时不但没有免职 还被报社给予巨国奖励 给予通报表扬 发大红花 是不是得到了荣誉 让他们加入什么政协的话 然后那些律师都能够 就是说美国 如果美国出这种事 那律师都疯了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美国出这种事 律师去了 律师可能分35%到40% 这都是巨额赔偿 这种都是巨额 就去了最起码就赔个几千万 就跟玩一样 你给小孩打了个毒疫苗 这我告诉你 告诉你 倾家荡产 我跟你说 这律师就疯了 那律师来抢着来给你 你什么都不用管 您就签个字 我给你代理 您就在家坐 您就在家歇着 最后支票我给您送家来 你知道吗 那律师就疯了 因为你就赔1000万 那就是几百万美元 那律师们就丰容而至 这种东西 那美国律师就都疯了 但是中国律师 很多律师可能在躲 是不是 因为觉得这案子我要管了 以后我就不用干律师了 我就得改行 可能干别的 可能要卖建筑果子去了 是吧 所以中国特色没有办法 对吧 那就是说 就是说2010年的时候 如果像我当时说的 记者们 总编律师都得到了好处 那么18年的这次 山西独移民还会发生吗 我想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你从体制上 从根本上就解决这问题了 因为可能更多的记者 你看这好 提值加薪的最好机会 满处去找 对不对 律师们一看 好 这打一笔几百万美元 进手了 这简直律师就疯了 满处去 律师先拿那一门天天 就雇一帮人去看哪个一边的问题 赶快回来告我 这就是钱 对不对 律师可能就雇着一帮人出去 满处去找假腰去了 是不是 找找 因为找着一个就是钱 对不对 那么找着钱去了 但是在中国就都不可能 对吧 所以我估计 说句不好听的 我比较悲观 8年之后 我估计看看上次是山东 这次山西 下次到哪了 上次山西 这次山东 上次山西 这次山东 那下次到哪 河南 天津 我不知道 反正看看吧 反正不知道下次谁中产 不过我估计就是说 就目前的这种体制之下 这个事我估计以后 还会持续不断的发生 就不仅仅是这种事情 什么毒男粉事件 食安问题 红毛药酒 什么红黄蓝 什么天津大爆炸 我告诉你 下次不定哪儿都大了 你们看着 不是我 当然我 大家一说好 你就天津不电视中国出好事 不是我不电视中国出好事 中国这体制 就这样 好吧 我为什么 所以说到这 大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不想说这事 因为非常悲观 我觉得说的也没用 他不解决问题 刘强东说的也不解决问题 知道吗 你们瞅着 我把这话撂着 最多过四年 肯定还得出这种乱七八糟的事 所以要想解决这问题 我告诉你们 就得大家联合起来 知道吗 推翻中共 我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怎么知道你们 就只能这样 就得把这体制改革了 不改变体制 这种问题就解决不了 这种问题的根源 就是体制问题 另外一个 如果不行的话 就移民吧 好吧 我一个朋友 天津一个朋友 同学 特别 他高材生 大名校的 大名校 真的是大名校的毕业生 然后他们学校的 理工科的学生 92%都移民海外了 而且绝大多数在美国 他最后没有移民 他是那8%里边的 8%没有移民的 其实他当时有一阵想移民了 后来我也推荐他移民 他一直也就是犹豫 因为他父母特别反对他移民 这次事件之后 我就一句话 我说你想一想 为了孩子 他的孩子今年几岁 两岁不三岁了 我说为了孩子 你吃点苦 对吧 因为他在中国工作特别好 挣的特别多 你知道吗 挣的特别多 大名校 你知道吗 工资待遇又特别好 然后又是高级主管 管着一堆人 你知道吗 工资 活又轻松 挣的又多 他是那种国企 你知道吗 活还挺轻松 不太难干 你知道吗 反正特别开心 如果移民的话 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舒坦的日子了 但是我就说 反正我说为了孩子 你自己想想 他这次我看也往心里去了 那么看我们频道的这些中国的网友们 我的观点还是一直都这样 惹不起 咱夺得起 是吧 咱不行 人家缴投票 如果能移民 就移民 是吧 我还是那句话 就算不为了自己 为了孩子 有的人我上次也说这话 很多人就说 你站着说话 不腰疼 一个屁 你们能移 我怎么移不了 然后还换美元 有的人跟我说 他说我连5000美元都换不着 反正这个事 我也不知道 有的网友跟我说 换美元怎么了 怎么不能换 你有多少换多少 你换过美元吗 我没换过美元 你都不知道我换过多少美元 咱咱不说这事 有的人跟我说5000美元都换不着 我告诉你 我跟你出个主意 其实根本就 你别去银行 换起 你就到你们当地 我不知道你们到哪个银行 你就到哪银行门口 你看那银行门口 有几个人蹲那抽烟 一般都有那四个人蹲那抽烟 或者打牌的 你就蹲旁边 看一会 然后等人打牌的时候 你别跟人捣乱 人家打完了 我有时候去 我也是 我看着打完了 这些打完了 我说 哥们换美元 你知道吗 或者有时候他打完 他看你在这 他看你在那看打牌 他打完他的问题 你是要换美元吗 你就找他们就换就行了 他们办的特别利索 你找他们换 他们换 他是这样子 你找跟他说 说了之后 你不用担心出甲 你知道吗 他带你进去 就进银行 他们进行 他有人 而且他们走窗口 你还走不了 窗口只是给他们的 但是加快窗口 你要自己进去 你也到银行 到机器那 你也按一个号 他给你一个号 我拿着那个号 然后你还得填表 特别麻烦 然后把你坐在那等着 知道吗 等着叫你等一个小时 我在那 我以前我老换美元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我专门干这事的 你在那坐着等着 我刚开始那时候不懂 就傻缺 让我坐在等 等一个小时 终于某某号到了 去了之后 要问这个弄那 弄半天 然后还有数 还得问你里头 还得给你换 反正是特别麻烦 你找他们 特别简单 你都不用填表 什么都没有 他带你进去 进去之后 有银行通款 两种选择 一种你打一个 你有一账号 他把那钱直接打到 你账号里去 知道吗 另外一种 他当时从银行 给你提现金出来给你 你就要多少 他们提出来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反正这帮人就特别屌 真的是屌 知道吗 而且完全超过限额 他们也能提出来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的 反正他们就有办法 而且你不用担心 那钱不是他哪 从银行出来的 所以银行 银行一哗给你见过了 肯定是真的 你知道吗 必要保险 我跟他们换过几次 还都行 当然你也小心 他们也有骗子 这里边也有骗子 但是你要经常去 你就会发现 有几个人是经常在那儿的 而且你多去几次 这人你就熟了 你知道吗 慢慢的都成朋友了 我有时候还都朋友 有时候还跟他们打牌 打不过他们 他们打得真好 还真玩不过他们 反正就这样 就能换了 然后你要是 你要再能够花点钱 他们能帮你把这个改成叫什么 也不是什么 外汇存款什么的 这个钱是不进银行 你可以就提走 提到国外去 但是这要多花钱 反正他们都能干 你就找他们中国 我跟你说这种事 你只要认同花钱 一定有人能帮你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你知道吗 中国就这样 但是你就得肯定就认同花钱 好吧 所以这就是换美元的问题 有人跟我说换不了 我说其实你想办法都能 肯定能换 我现在能换 反正肯定跟银行不是一个价 这个就没办法了 人家抵挣钱 不过他们不算特别黑 我印象里真的不黑 而且有的时候比跟银行换还合适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他们这人还不错 我推荐一下 帮他们做个广告 还有就是移民的问题 如果你移不了民的话 我就建议你 那就是我跟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推翻中共 一个是移民 移不了移民 你就只有另外一个选择了 是吧 那么你们那些移不了的 就要自己想办法 对吧 自己怎么看 想办法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要想办法的话 我经常就说 我鼓励鲁迅先生那种 知道吗 就是说你们要有组织的 大家在下面商量好了 要怎么做 有目的的去做什么 对吧 然后具体细节 我就不教了 回来 是吧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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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